美国国会参议院10号以61票对37票的投票结果 批准了总额为83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对此表示欢迎 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批准了一份总额为819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在参议院通过自己的版本之后 参众两院需要协商消除差别形成统一版本后再次辅助表捷 通过之后交由奥巴马签署 自1月20号正式就职以来 奥巴马一直在极力推动美国国会尽早批准经济刺激计划 但共产党在计划的规模和具体内容上一片不一 舆论认为在形成统一版本的过程中 仍难免在某些内容上出现比较严重的分歧